中巴2020海上联合军演打响 为什么说中国军舰归国很罕见 巴基斯坦也想要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的军事发展迈入了快车道 为了让巴基斯坦尽快跟上 现代化作战方式的步伐 勇士 雄鹰 还有海洋卫士 联合军演 中巴双方 近些年每年如期展开 巴基斯坦军队从中受益颇多 据媒体1月6号报道 我国又将2020年首次联合军演 献给了巴铁 为期9天的海洋卫士 2020于6号正式打响 据悉 演习分为岸岗训练 海上联演两个阶段进行 地点位于北阿拉伯海域 演习科目包括战术推演 联合巡航 防空反导 海上拦截 实弹射击等 我国参与演习军舰阵容如下 052D导弹驱逐舰银川舰 05C导弹护卫舰运程舰 903型远洋补给舰 温山虎舰 以及原浅救援船 流攻岛船 还有两架舰载直升机 从上述可见 我国对这次联合军演相当重视 要知道 以往我国派遣军舰 参与大规模联合军演 常常只派出一艘军舰 包括卡卡杜 海上联合军演 和前不久展开的中俄一三国军演等 都只是一艘052D导弹驱逐舰 而此次直接形成了一小支舰队 052D和05C齐上阵 这是极其罕见的 052D型驱逐舰 是我国新装备的现代防空驱逐舰 配备了四面大功率 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通用垂发导弹系统 首舰昆明舰于2012年下水 近7000吨的排水量 搭配两台GT25000舰用燃气轮机 和两台MTU柴油发动机 使得052D型驱逐舰既灵活 航程又不短 随着我国双航母时代的到来 05大驱尚未大批量注意 052D仍然是我国航母编队 当之无愧的带刀护卫 在前期日子举行的海上安全带联合军演中 052D也彰显了中国海军的风采 05C型护卫舰 自区域防空型护卫舰 火力配置设计的相当合理 反舰 反潜 防空十分均衡 综合性能很强 05C如今已服役12年 索马里护航等多次大型国际远航活动 05C都成为各国军舰里最亮的载 05C舰手装有四组八连装垂发单元 一个火力发射单元 可同时跟踪八个目标 在我国军舰陆续抵达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口时 受到了热烈欢迎 还有巴铁看到052D时 直呼中国军舰真威风 我们也想拥有 需要指出的是 之前我国就向巴基斯坦出口的四艘05C护卫舰 极大增强了巴基斯坦海军的实力 而且不只是巴基斯坦 我国的一些出口型军舰或者退役军舰 都会转售给其他友好国家 因此在将来我国推出052D出口型 或者更新换代时巴基斯坦就可以购买这款军舰 相信以我国海军如今的发展速度 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